习俗里没出嫁就过世的女孩子是不能够在家中祭祀的 于是有所谓的姑娘庙专门供奉这些单身的姑娘们 在台北县的石定姑娘庙尤其有名 而这百年的历史要回溯到清朝时候 一段人鬼地六感的神秘接触 所要说阴阳两格人鬼殊途 而其中姑娘庙就是专门祭祀未婚死亡的女性 而现在在石定姑娘庙当中 除了主神魏秉仙姑之外 还有将近百位未出嫁的姑娘领位 因为在早期男尊女卑的习俗之下 未婚女性是不能放在家中被祭祀 所以姑娘庙就成了这些姑娘的深厚去处 画面上这位将近八十岁的老阿嬷 就是石定姑娘庙的管理员 他夫家的长辈百年前 在石定姑娘庙的后方买了一块土地 谁知道里头埋着一位清光绪五年 年级十八岁就不幸 香肖玉允的魏扁姑娘 我们说在台湾的 我们在建议中 我们说是什么 脖子疼得好 困难成年 说那个座的台座 大人一座 那时候在出现救赛 所以说 我们在家里的救赛 我们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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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年增加 为了要让魏扁姑娘有香果祭祀 于是用了四片石板盖了一间小庙 后来因为相当的灵业 于是魏扁姑娘从鬼的角色 被村民尊称为圣妈 而这间小庙历经的道路开辟 后来又遇上台风的破坏 直到六十一年 才改建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庙方也把魏扁姑娘的仙谷 买在庙的后方 那就是我们仙谷是真有其人 里面有他的骨还在 原本也不是在这里 早期的时候是在马路旁边 因为经过一次大走山 我们就把它迁到这个仙子 而因为相传仙谷人很善良 所以很多信徒都会拿着仙谷 喜欢的女性用品来祭祀 有品品啊 各式各样的 也常常有一些什么名牌的啊 什么香奈儿的啊 什么的那个都会有 可是大家都很试获 那种东西一般都很快 就给人家求走了 而在姑娘庙当中 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求仙姑 不过最大多数人来求的 都是求偏才 全台湾省最早庙里面 有在借发财金给人家的 也是我们的一样的 那发财金是要怎么借的 要拔杯 那他有答应你一杯胜杯就可以了 财金是要怎么说的 财金是要怎么说的 那时候七十六年啊 他说做建条做未见 来来赚钱十块 还可以 还可以来行我这十八万 已经快要将近有百年历史的 十丁姑娘庙 是台湾众多姑娘庙当中的一块缩影 早年这些鬼姑娘有家归不得 而如今却是成了众人膜拜的神 因为在信徒心中 只要能够发财 能够保佑平安 神鬼的界限 其实是很模糊的 台湾大搜索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再会